赶紧把你递东西从我公司拿走 你没骗我设计他 但我才丑尔尔的 还有一个 我最后问你一遍 钱 哪是这 还不说是吧 行 法庭见 男生冷静一下 咱们还是好好聊一下吧 能详细说说发生什么了吗 上周我公司账户上莫名少了30万 本来我和他报警的 结果他拼命拦着 问他什么也不说 这傻子都能看出来这钱是他拿的吧 那女生你拿这笔钱究竟要做什么呢 我弟看上了一辆车天天跟我闹 就差30万 我和这只贷款也不值啊 你弟才多大呀 多大了怕是开保时捷啊 他这个年纪除了喝酒泡酒以外 还能干什么呀 他是我亲弟 咱们结婚之后你就是他亲姐夫 作为姐夫 给天然天然说得过去吧 你知道不是那些钱 是我给公司员工开公司用的 你一声不吭的给他拿走了 你找那些员工怎么办 哎怎么办就怎么办呗 现在行政本来就不好 就说公司没抢了就发不了 瞧瞧你说的是人话吗 你那个好弟弟整天游手好闲的 你说让我给他办进公司 行 结果呢 你看看他哪天有好好工作的 整天除了跟他那帮呼呼朋友 喝酒泡酒以外 他还能干什么 你还给他买车 你这是在害他 够了孙套 咱们还未结婚呢 你就对我弟弟这样 咱俩解了婚之后 你是不是还要对我这样 对我办法这样 我跟你算计 这两年你花的哪一分钱不是我赚的 我对你已经人知意尽了 我身边诱惑那么多 我全跟他们划新借鉴了 甚至为了你 我都拒绝了小脸羽上 那么多跟我搭讪的漂亮姑娘 现在想想 他们哪个不比你懂事啊 你不用再任何跟我过嘴眼啊 你觉得我会是吗 哼 你信不信我一个电话 他二十分钟就过来 喂 甜甜 你过来找我一趟呗 我给你发位置 不是 孙涛你敢 我有什么不敢的 你爸当初住院 我放下工作 没日没夜的照顾他半个月 你家管我要二十万彩礼 我眼睛都没眨一下 我对你够意思了 一样 现在把心里话说出来了是吧 涛哥终于联系我了 我在小恋里上跟你开视频 你怎么都不接啊 行啊你啊 真的找过来亲手是吧 刘家路我告诉你 这婚我不接了 你拖了你全家 爱跟谁接跟谁接去 随道 我和你闹闹哄哄哄 咳咳碰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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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碰 像爱的淋淋踪踪 画面起舞朦朦胧隆 到后来下路相逢 一场英雄一场交锋